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背景,来看一下内容提要 北京高校传习近平的笑话,雄安还没见呢,说不准就烂尾 习近平一天之内狠抓中纪委武内鬼,宣告内斗全面升级 中国防势爆雷扩大,央企惊陷整体崩塌 中共黑客攻破25个美国机构获取广泛敏感信息 2075年印度经济世界第二吗,专家直言,印度人没有中国人听话,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北京高校传习近平的笑话,雄安还没见呢,说不准就烂尾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说,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在5月份的时候视察了雄安新区之后 官方规划北京各机构迁往雄安的步伐下诉 根据报道说,被列为搬迁对象的北京的部分高校、校方以及师生都纷纷地抵制 加上官方忌惮学生因此而抗议,导致了千校受阻 报道指出,习近平在今年5月10号的时候率领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强 以及中共办公厅的主任蔡奇 还有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丁薛祥等三名 中共政治局的常委视察了雄安新区 只是接续谋划第二批启动疏解的在北京央级总部以及二三级的子公司 或者是创新业务板块等等着手谋划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的疏解转移 而在7月3号的时候 蔡奇以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召开了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时也指出 要坚定有序的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被解读为贯彻习近平上述规划北京各机构迁往雄安的指示 而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说 河北省官方在今年三月底的时候释出了北京首批四所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区整体迁往雄安新区的消息 但是这四所高校迅速一致的辟谣否认了签校一事 执行士表示河北省以及中国教育部将签校作为了习近平交办的政治任务 因此已经强令不签校就换人 但是至今仍然是举步维艰 而这名执行士表示各校的理由是来自师生的压力太大 且担心引发师生的抗议 而另外一个方面官方对1989年天安门学运 以及2022年的白纸运动新有余计且投鼠机器 导致了签校至今仍然没有头绪 而官方力推两年完成雄安新校区基本建设 并且签校的设想基本落空 报道引述了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高校的教授的话表示 目前被点名的学校都拒绝整体搬签 只愿意在雄安新区的政策扶持下 多拿一块地来筹建新的校区 由于各方都担心雄安新区烂尾 这些学校因此提出 在雄安先兴建图书馆等一些基础设施 以及试自共用 以减少对雄安的投资规模 而报道指出 上述的做法和习近平构想的首都功能整体外迁不符 然而奉命整体搬签雄安新区 不论是央企还是大专院校 迄今无一例外都在观望 根据报道说 因为担心波及招生 上述的四所高校在4月2号的时候发表了 将保留北京本校区 仅是部分搬往雄安新区的声明之后 由河北省主导的雄安新区两委 中国教育部和这四所高校 持续的进行多轮的协调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和就业情况持续的恶化 这项签校的计划到现在几乎处于被搁置的状态 根据报道说 北京交通大学的相关人员被问到签校问题时忍不住笑着说 规划当中的雄安校区建都还没有建呢 具体的政策到现在还没有明确 现在谁也说不准政策的走向 而北京科技大学的人员则回应表示 他们那儿不了解具体的签校的政策 但是他没有说肯定不搬 另外中国地质大学的人员明确的指出 官方媒体的报道只能报道他能报道的 只是说这个最终肯定会有那么一项工作 就是签校 然而此事应该是部分搬签 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定 他表示说就算他们确定了 这也是涉及到机密的 好再来看一下习近平一天之内狠抓中纪委 五个内鬼 来自台湾媒体的报道说 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就任之后十余年间 不停的透过中共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等些机构 进行美其名曰的反腐工作 事实上借此来清查政治背叛内鬼的官员 而根据国际媒体的分析说 近期中共内部反腐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习近平将重点自外围转移到了核心 转而将矛头指向了该监管机构的调查人员 公开的资料显示 近几个月以来不仅有多名反腐机构的官员受查 就在7月10号的当天 更有五名中纪委的高官落马 无异于宣告中共内斗全面升级 报道指出中共纪委国家监委的网站 在7月10号的时候发布了公告 说五名该机构的高官 包括了江西省委 巡视组的前组长 卢作全 还有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纪委书记 陈海明 中国国家能源集团 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前纪委书记刘永武 还有广州航海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孙光辉 以及鹤岗市纪委监委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的前组长 因为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身就负责监督工作的五个人纷纷落马 而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 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家王慧玲认为 中共内斗现在可能进入了高级阶段 并且称中纪委的工作重点 过去十年自地方官员转向了省级中央官员 一级从外围转到了核心 好 再来看一下中国房市暴雷扩大 央企惊惊 整体崩塌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说 中国的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说 房市的销售额急剧下滑的趋势 如果不改变房企的暴雷潮 将逐步的从民营企业 蔓延到中国的国企和央企开发商 但是中央层面恐怕很难公布 针对房地产的强刺激的政策 报道指出 西政投资集团旗下的研究机构 西政地产金融研究院 在7月10号的时候发文指出 根据统计 六月份的时候 中国的碧桂园 滨江 新城控股 中铁建 远洋等些房企的销售额 比去年同期都出现了腰斩 另外招商华润万科 保利中海绿地 等一些大型的房企的销售 跌幅也都在20%到30%上下 房市销售的情况 从4月份开始掉头下来 崩跌的情况让人触目惊心 报道指出 在7月4号的时候 中国的国企远洋集团旗下的 多笔境内的地产债 跌幅超过了20% 触发了临时的暂停交易 目前远洋控股存续债券 一共有15支 其中一年之内到期的债券 有人民币95.23亿元 公司面临的短期集中对付压力较大 而近两周 中金公司进驻远洋 外界认为 其目的是为了给远洋来纾困 也不排除债务重组的可能性 盖文章表示 从前述的名单来看 房地产公司的销售下行 已不仅仅是民营房企一边倒的问题 现在中国国企和央企开发商的销售额 也已经出现了整体的崩塌 以一些尚未爆雷的大型的民营房企为例 除了地方政府的支持以外 其销售和融资的现金流入已经很少 光境外占每年的代偿利息目前都很难覆盖 再加上境内的资产能做抵押的都已经抵押了 境外的就更不可能找到还款的来源 文章认为 短期之内仍然无法看到房市止跌其稳的迹象 核心原因 第一是居民没有钱 第二是市场的各方没有信心 背后依旧是总体的需求不足 就业和收入预期下降 失业率暴增 信心严重不足 等一些恶性循环 按照惯例 7月份的中共政治局的会议 主要将分析研究当前的经济形势 并且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 市场对此充满了期待 不过这篇文章认为 这一次会议公布的政策 只是多方面的常规刺激 以形成政策合力 而不是大水漫灌的强刺激的政策 因为中共当局并不希望 走回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老路 该文章表示 在经济和房市复苏的核心障碍上 市场各方其实更关注企业和居民的信心恢复的问题 如果根源的问题没有解决 再大的希望都会成为泡影 好 再来看一下中国黑客攻破了25个美国机构 获取了广泛的敏感信息 来自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根据微软和白宫在星期二 也就是7月11号的晚上透露说 以中国为基地的黑客攻破了美国几十个机构的 邮件系统 包括一些美国政府部门 显然是一次广泛的获取敏感信息的间谍活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说 这一次黑客攻击行动的范围仍然在调查当中 但是美国官员和微软表示 最近几个星期一直悄悄的紧急评估 这一次网络攻击的影响 并且尽量的控制后果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 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 上个月美国政府的安全保护辨认出 对微软云服务安全的一次入侵 影响一些非机密系统 有关官员立即接触微软调查来源 以及微软云服务的漏洞 白宫的声明强调 美国政府继续要求美国政府的采购供应商 要提高安全门槛 而纽维时报的报道表示 微软指出约有25个组织 包括政府机构受到了代号为 风暴0558的黑客组织的攻击 该组织使用伪造的身份验证工具 访问个人的电子邮件账号 微软表示 黑客至少在被发现的一个月之前 就得到了至少其中一些账户的进入权限 微软没有透露受影响的组织和机构 微软在星期二也就是7月11号的晚间披露 意图收集美国情报的中国黑客 获得了政府电子邮件账号的访问权限 微软表示 6月16号的时候客户报告的信息 促使他们留意到入侵事件和造成的损害 微软称 中国黑客组织在一个月之前 即5月15号开始获取电子邮件账户的访问权限 报道说 根据一位了解政府网络入侵情况的人士透露说 这一次攻击是有针对性的 黑客选定特定的账户 而不是进行会获得大量数据的大范围的入侵 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亚当霍奇也表示 没有机密网络受到影响 对被获取信息量的评估仍然在进行当中 报道表示 这一次攻击的复杂性及其针对性表明 该中国黑客组织要么是北京情报部门的一部分 要么为其他工作 而微软的执行副总裁查理贝尔在一个贴文当中写道 根据我们的评估 对手主要从事间谍活动 例如进入电子邮件系统收集情报 新的入侵事件似乎与已知的最大黑客入侵事件 俄罗斯在2019年和2020年 对政府计算机的渗透的规模不同 微软管理人员表示 新入侵事件涉及的电子邮件的账号数量要少得多 而且没有深入目标系统 尽管如此 黑客在被发现前的一个月就能够访问政府电子邮件 这可能让他们了解到对中国政府及其情报部门有用的信息 纽约实话表示 即便拜登政府一直在寻求让美中紧张关系降温 但是这场入侵可能进一步的导致两国关系紧张 此前中国高空间谍气球在今年2月份飞越美国本土等几个事件 加剧了美中紧张的局势 令双边关系恶化至1979年建交以来的冰点 报道表示 外界批评拜登政府没有在威慑中国间谍活动方面有足够的作为 这一事件也将加剧相关的批评 多年以来北京针对西方国家政府 尤其是美国实施了一系列的黑客攻击 成功窃取了大量的政府数据 2015年显然是隶属于中国间谍机构的黑客 成功攻入了美国政府总务署的网站 窃取了2000多万在职以及退休联邦雇员的 个人数据和其他人事管理的大量记录 好再来看一下高盛说 2075年印度的经济将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 专家直言印度人没有中国人听话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高盛日前发表了文章预测 印度有望在2075年的时候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该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计可以达到5.9% 但是有专家认为 十年多以前世界就曾经对印度做过过于乐观的预测 但是并没有完全的实现 投行高盛在7月6号在其网站当中发布了文章 预测到2075年印度将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仅次于中国并排在美国欧元区和日本之前 而高盛的这预测的主要理由是印度的人口不断的增长 劳动力的潜力巨大 该投行研究印度的经济师 桑塔努·森古普塔表示说 未来20年印度的抚养比率是世界上最低的地区之一 他说印度应抓住这一机遇 加强制造业产能 继续服务业的增长 以及基础设施的增长 而高盛特别举例表示 印度在经济数字化方面实现了一个飞跃 即所谓的阿德哈尔生物识别身份系统 这一体系囊括了该国14亿人口 透过该体系可以让公共服务更为简单和更有针对性 也有助于小微企业获得贷款 从而促进增长 另外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者 CNN的主持人扎卡利亚 4月份的时候也曾经撰文说 该体系如今覆盖了99.9%的印度成年人 利用这一数字身份可以在数分钟之内 开设银行账户或者是转账 而该体系由公营机构来运营 高盛的分析当中同时也指出 印度存在的风险则是 不能够有效的提高劳动力的参与比例 分析表示过去15年 印度劳动力的参与比例持续的下降 特别是女性 扎卡利亚在文章当中也指出 过去20年印度女性的就业比例 从30%降至了23% 印度面临的另外一个机会 则是绿色经济 该国宣布在2070年实现零排放 并且在2030年实现一半的能源 来自非化石原料 不过德国媒体经济周刊 在7月11号发表了 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埃利森教授的课作文章 认为对印度的种种赞誉为时过早 他认为尽管印度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 达到了6.1% 中国为4.5% 但是过于乐观的预测应该持谨慎的态度 他引述了扎卡利亚的文章说 在2006年的前后 印度的增长甚至超过了9% 当时世界对印度经济也是一片看好 甚至印度的外贸部长也预测该国的经济 很快会超过中国 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如今印度的经济世界排名第五位于美国 中国日本德国之后 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印度的五倍 埃利森教授的文章还指出 除此以外 中国在科技方面仍旧领先于印度 在世界前20家营业额最高的科技企业当中 有4家是中国公司 而无任何一家印度企业上榜 在人工智能方面 中国也是唯一能够与美国一争高下的国家 此外 埃利森教授认为 中国的劳动利益 其生产效率要高于印度 高盛的预测当中也指出 印度的庞大人口明显是一个机遇 但是挑战是如何有效的使用这些劳动力 这意味着在创造就业岗位的同时 为其提供技能培训 埃利森教授引述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对印度发展的评论 称李光耀一直寄望于印度的强大能够与中国抗衡 但是后来李光耀发现 由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官僚主义 以及精英阶层不愿意面对 分繁复杂的民族与宗教群体 所提出来的要求 因此很难达到应有的经济效率 扎卡利亚的文章当中也举例说 印度的穆斯林族群占到了该国人口的七分之一 但是持续受到迫害 不过扎卡利亚同时也对印度抱有信心 他认为印度得以大范围的普及智能手机和互联网 与此同时借助阿德哈尔身份识别体系 可以帮助成百上千的小微企业获得贷款 从而多雇佣两名员工 这就能够增加上千万的就业机会 这样一种从下而上的方式与中国从上而下的 比如新盖100家工厂 以增加数万个就业岗位的方式完全不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